當你修行很久,也明白了修行 最後得實修實證才能證得 實修實證,那就是打坐 打坐不管呼吸、中脈是沒有機會開的 只有你完全地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呼吸上 盯住你鼻孔內側的呼吸 你才真正有機會把中脈打開 請相信我說的話 那麼當你練習關呼吸的時候 會熱、會出汗、有時還會涼,這都正常 當你去打妄想了,妄想紛飛的時候 你就回來繼續觀察你的呼吸 這是你需要練習的 就是說當你能夠發現你去打妄想了 妄想紛飛的時候 你一定要圍到你的呼吸上 盯著你內側鼻孔的這個進出氣 這樣修煉才行 這個觀呼吸呢 就好比方是打一口井 當你慢慢圓圓地把這口氣吸上來的時候 第一次吸氣不會那麼深那麼長 當你通過練習 你內在的呼吸越來越有力量 你會發現你吸的氣會越來越深 越來越深長 那麼也就像這口井似的 那麼越挖越深 最後呢 這顆井就挖通了 當你挖通了 你的能量具足的時候 這個能量就會從井底上來 這次中邁就開了 所以呢 修行呢 不是你感覺的 也不是你認為的 也不是你覺得的 是真正有這麼一個回事 就是你通過你練習觀呼吸 它真正的能夠把你的中邁打開 那麼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 你腿得能夠做住 就是你一定要想辦法 讓你的腿能夠做住兩個小時 中邁通了呢 就過去呢 管這個叫修道 就是說 這個出去的道路修好了 你可以暢通的出去了 那麼當你開始練習的時候 你慢慢圓圓地把這口氣吸上來 吸上來提住 憋住 當你感覺憋不住了 你再慢慢地放出去 那麼你提住憋住 這時候這個氣 你就放出去的很少 也就是說 如果你吸進來十分的氣 你能夠放出幾分都正常 就根據自己身體的體能不一樣 呼完以後 然後再憋住 感覺憋不住了 再深深地吸上來一口氣 深深地吸 一定要用力內斂一口氣 這就是深深地吸 這事就相當於用這個力氣去打緊一樣 要把這個氣深深地吸上來 然後提著氣憋住 憋不住了 然後再放出去 放出去就少正常 然後憋住 憋不住呢 再吸氣 慢慢暈暈的體重 這樣循環練習 你會發現慢慢 你只想吸氣 而呼不出氣 這都正常 那你就可以一直吸 那麼這個氣呢 到後來越吸越短 越吸越短 都正常 這個時候你就隨著走就行 那麼大家一定要明白 在你練習的這個過程中 一定要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你鼻孔內側的進氣和出氣上 只有這樣練習才有機會開中脈入定 也就是年輕健行 抖音 我們很快 再詞